大家好,我是Stan BlackPink成员千尼被质疑在室内吸电子烟的样子被公开后 在韩网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7月8号,在韩国各大论坛和SNS上 出现了标题为 在贴完影片中能看到 千尼在工作人员为他化妆时 嘴里含着一次电子烟的物品 然后吐出烟雾的画面 这个引起争议的片段 是来自于千尼在2号上传到YouTube频道上的彼此影片 而韩国一名网友表示 自己已经向意大利大使馆举报了 千尼在室内吸烟的行为 该网友表示 目前,千尼一次在室内吸烟的画面已发了争议 推测拍摄地点为意大利卡普利的 我通过国民信访向诸意大利大使馆请求调查 Amo还上传了外交部受理投诉的截图 从Amo提交的投诉信中可以看到 他请求助意大利航母大使馆向意大利当局提出 对千尼的室内吸烟事件进行调查并严肃处理 意大利自2005年1月起 开始实施室内经验法 如果在室内吸烟被抓 将被处以每只香烟最多250欧元的罚款 如果在孕妇或儿童面前吸烟 罚款将加倍 然后今天下午 千尼的经纪公司表示 对于二号公开的内容中 千尼的行为 向所有感到不适的人表示真诚的歉意 千尼也对于在室内吸烟 以及因此给其他工作人员带来的不便感到反省 并且已经亲自联系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道歉 未来他将以更成熟和更好的形象回报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原来意大利室内吸烟也是违法的啊 经常看到有人留言说 海外对吸烟很自由 只有我们国家特别严格 原来并不是这样啊 那是否违法并不重要 问题是他在别人面前直接吐烟 室内吸烟 考虑到爱豆的形象 或许他难以在外面吸烟 所以躲避人们的视线在室内 这点可以理解 那么他应该去另一间房间 而不是在工作人员面前吸烟 无论怎么解释 这都是无法接受的 即使工作人员说没关系 也不能接受 这涉及到对人的尊重和礼貌 在我们国家的城市中 这是极其无理的行为 有些人说电子炎没关系 没有味道 但事实上 电子炎同样对健康有害 而且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 谁会愿意被迫吸烟手烟呢 不过至少他不像其他男人董那样 敷衍了事 还是承认了错误并道歉 这还是值得行为的 所以 解你被质疑在室内吸电子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彭宁森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 穹君娘的近况被公开了 穹君娘在今年三月刑满出狱后 昨天 一位网友在法国里昂遇见了穹君娘 并公开了她的照片 这位网友表示 穹君娘在夜店里接近了他们 自我介绍微君 还问了女性们的IG账号 随后 穹君娘的朋友告诉他们 穹君娘是韩国的知名歌手 正在计划在法国开一家韩国餐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 你进过监狱 本性还是改不了 还是改不掉去夜店找女人的习惯 这家伙也是 森丽也是 果然哪有什么叫话 哪会有人进监狱后反省 人是改不了的 必须要严厉处罚才行 希望在法国也能成为头条新闻 也让他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无处可逃 干脆直接把他关进巴西的监狱才是对的 对于成就任的近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7月8号 姚家艾特推出了他们的第七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Collection 这首充满了下热气息的新歌 一公开就在美轮套白榜单登上了23位 在Hot白榜单中获得了3位 MB的观看次数也达到560万多 并在YouTube热门因缘榜单中排在了2位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姚家艾特新曲Collection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老实说真的有点遗憾 作为夏天的歌曲感觉有点平淡 我个人期待的是那种爆炸性的歌曲 刚刚看了YouTube感觉米岩与其真漂亮 音色也很好 MB不错 这首歌给人的感觉比Super Lady放松了很多 听起来比较轻松 虽然不像君卡那样让人惊艳 不知道能不能大红 但质量还不错 这个夏天一直听应该也不错 如果节奏再快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 真的有点失望 虽然MB很清爽 但歌曲没有给人夏日的感觉 嗯 这首歌其实不错 虽然有人可能会觉得比较平淡 但我觉得没有任何让人感到不舒服的部分 所以还是挺喜欢的 最近我也在其他女团的MB下面留言说 感觉像是老哥 难道现在这种风格成了趋势吗 一开始觉得比较平淡 但听了几次之后觉得越听越洗脑了 怎么感觉像是把好几首歌混在一起一样 最近很多新歌在热榜上都被人批评说无聊 但我觉得或许是他们的耳朵 已经被Tiktok风格的音乐宠坏了 现在是时候反思一下了 那些被批评的歌曲感觉都很相似 所以 尤嘉艺的新曲Collection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有一些由的 很多歌曲感觉都很忠采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